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小金本大家好 我是KIM阿吉娜 今天呢 我们要来改装新车 是哪一台新车呢 就是这一台JB700W 军事载具 所以他应该是可以改武器吧 不然他长得像一般的房车 还把他放在这个军事载具的网页里面 那为什么要先改这一台呢 因为这一台不用解批发架 所以直接改下去了好不好 147万 赶快准备好踩下油门 因为最性感的车款已经蓄势待发 经典款的高级跑车JB700 自1965年之后呢 就是英国风流间谍的爱用车 哇这台这么久了 1965 讲点信条都意味浓厚的双关语 为你自己倒杯马丁尼 在众人低声暗骂之下 潇洒地扬长而去 请注意 该车的经典隐藏武器 可到这个洛盛都的改车王 重新定制作为娱乐的用途啊 没错 所以这一台是有武器的 而且直接在改车王就可以改了 他后面出的这些军事载具好像都是 可以在改车王直接改 不用特地到那一个机动作战中心后面 立刻购买 这种载具也可以把它放在街机库里面吗 可以可以 那么如果你喜欢我这一种类型的影片的话 请帮我按个喜欢 想要看我更多的影片就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们就等我们的车子到吧 呃进入地下室 好了我们的车已经到了 就是这一台哇 非常的复古的武器载具 哎呦这一台是属于经典跑车类的 我们把它开出去看一下 走了走了 哇非常的慢啊 因为他是经典跑车啊 但是他可以改装武器 哎他可以改装武器 那还可以上特技赛道吗 又是一个好问题啦 走了 我们去决战斗技场看看可不可以改武器啊 还是要一般的改车王才行 哎这不太确定吼 没关系 那我们就先去那个决战斗技场看一下吧 甩尾 哦这种车好甩哦 反正这一种很慢很不实用的车 却很好甩尾 有没有 有一种那一种 逢迪所的那种感觉 这种经典的跑车 跟美式肌肉车齐大同小异啊好不好 萎缩还蛮快的哦 但是应该落在26秒那边吧 因为毕竟只是经典跑车而已嘛 26秒后25秒 白了 浪子JP700W 经典跑车 改下去啦 库具防御升级100% 刹车 赛车级刹车 引擎的话 是改哪里的 哦这个是玛丽的引擎 改好改满 喇叭不用 车灯 超白亮大灯 所以果然就是要来这种地方啊 才有超白亮大灯可以改 霓虹稻剑 其实我觉得这台黑色很好看耶 配置 前后左右全部 然后一样 配个黄金鱼 然后车牌 黑底 黄制 LKK 噴漆的话 我看一下有什么可以选呢 你们觉得哪一种颜色比较好看呢 我是觉得黑的很好看啦 但是我怕黑的觉得太 太普通了 所以我们换个继承车黄好像也不错 或者是这个极致蓝我也觉得不错 好 这一台我们就改冰金白 反正这种就是复古车嘛 不是白色就是黑色啦 我觉得白色可以 改下去了 帮汇标记 哎呦是在这个引擎盖中间一个logo 然后门上面是没有的 是药武器 所以这边也是可以改武器的 那该不会还有一个主药武器 这边是没办法改的是吗 有没有主药武器 我看一下 哎有啦 在这边 然后那我们按照顺序哦 吃药武器先改 吃药武器有肩刺 肩刺差在哪里 我怎么没看到 肩刺 这个是放出来的陷阱吧 所以这跟外观没有关系 那我们就改这个滑溜啰 滑溜是让人家有轮胎滑滑的是不是 出售可以卖个十百千万 哇 95万2哎 还可以啦 宣调系统 竞速级宣调系统 变速箱 赛车级变速箱 涡轮 涡轮调节 改下去 武器 哦 就只有这个而已 没有其他可以选哦 例如什么飞弹啊 火焰啊 还是 这个雷射炮啊 怎么没有就这个机关枪而已 好吧就只有这个那也只能改啦 不改的是笨蛋吧 对不对 车轮 轮圈类型 高档车 传说中的 烈爆阿探先行 轮圈颜色的话 我们就改红色啦 红色的 客制化轮胎 呃 轮胎强化 烧胎烟雾不用 哦是不是改完了 车窗 也不用 就这样子哦 非常的复古 啊没有尾翼可以改哦 哎也是啦 这种复古车 怎么可能会有尾翼可以改 好啦来到了我们的拍照时间 这一台的帅气度 你们给几分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感觉 嗯满分一百 应该也是给个 七十分吧 因为这台车其实还不是算很帅啦 对不对 但是整体上 有武器就是屌好不好 虽然如果他可以给个导弹的话是更好啦 武器有点太过薄弱 然后我选个最佳位置 这样子 帅气 然后我们看一下他的内装 呃也是非常的复古啦 对啦 反正这么旧的车里面内装长这样也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他有一些新车内装还是长得很普通好不好 来我们看一下起步 呃这个拉手刹车应该是不会撬狗链啦 因为他毕竟不是美式肌肉车啦 我们这台经典跑车 感觉也是满屌的啊 速度很快 所以我估计他是25秒 他没有我想象中的这么慢啊 应该不会到26 26这么慢啊 走了 我们看一下他直线速度 还行 哇 过弯 扭一下扭一下 哇 扭一下就会打滑 抓不回来 所以在抓地力的表现上不算是很好 但是今天跑车类好像都是这样子 没有一台好的啊 然后看一下 甩尾 哇 甩过头 速度太快不行 抓不住 然后我们往前来甩这个弯 哇 甩到时速啊 来再一次再一次 不行 改弯的感觉反而更不好甩啦 对不对 来借过啊 要看路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台 潜水 哎哎 潜水之前我应该要先看一下武器 他武器就只有 哦 这可以选自己的枪啊 等一下 我要怎么使用那个枪啊 哦 选择机关枪 哦 就可以直接射了 哦 好处就是没有子弹限制啊 但是要描的话 你还是要跟着这个方向盘去 动啊 感觉 不是很实用 因为有时候车头向前 但是 敌人是在后面的话怎么办 对不对 你没办法射后面的敌人啊 所以他这一台也没有所谓的自动瞄 就会变得很不好攻击敌人 对不对 这一台这样子杀敌我觉得很难杀啊 没有想象中这么好杀 但是他的这个连发是还蛮不错啦 类似这种火神机枪的速度了吧 因为他不用换弹夹啊 OK的啊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他的这个 哇 这个在沙地一直 一直甩尾啊 一直甩 一直甩 他的潜水测试应该 我觉得 应该不会好到哪里去 我们试试看 走了走了走了 哇 该不会这边就不行了吧 哇 超烂 连一般的这边都过不去耶 超级超级不潜水 他大概潜水能力就跟那个 阿希坦克差不多吧 阿希坦克也是连这边都过不去啊 没想到还有一台这么不防水的这个 武装载具 这次的载具都超不防水的 这一次改版的 目前我测到现在 没有很防水的车子 来看一下保险要多少钱啊 哇塞 保险要 一万八千三百七十五 好贵 为什么一台一百多万的车 都要这么贵勒 他好像是 看你的车价 然后再加上你的改装品 加起来的价格 再除以一百吧 我目前算起来好像 蛮类似这样子的答案 所以我大概改了一百八十几万 然后超过两万的 就以两万来计算 好像是这样 我自己猜的啦 不然我也都不知道 为什么他保险要定这个价格 好像跟车架跟改装费有关系的样子 好啦 接下来我来测一下 看他能不能测直线测试 搞不好不能测诶 我试试看 好啦刚才看了一下 这台车 没有办法去做直线测试 但是其实这台车有另外一台 应该是梦幻跑车里面的 这一批七百 少一个W 是旧的车 那一台的话就可以做直线测试 没办法直线测试 有点可惜呀 不过这也没办法 他是军事载具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们每天晚上七点见 拜拜